就是很多人觉得杨恒均呢 是不是双面间谍啊 或者说甚至是不是中共安插在海外的 这样一个人 这些说法包括一些正媒体 他们为了流量为了什么东西 这样做的话是真的无聊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你说从常识上你说不过去嘛 你要动动脑嘛 你的逻辑在哪 有的人会他会有这种阴谋论的想法嘛 比如说你就是中共内部的人 你就是中共的人 但是呢你可能做了某些事情啊 侵犯了就是内部的 内部的一些权力侵压啊 或者怎么样子 然后呢别人就用你在30年以前 做过这个事情来整你 这个逻辑上讲 似乎也有这个可能性啊 你说你说内部 包括网上一些 网上一些讲的很难听 还讲的更难听 狗要狗 或者说你比如说他在澳洲 然后帮澳洲政府啊 这个做了间谍 但中国政府不拿这个作为来 对来治你 我就拿30年以前的 我只要把你关在监狱里死缓 我管你有什么罪名 是吧 也有人会这么想 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包括做媒体的人 观点可以不同 事实比起尊重 就是说你用这个阴谋论 就是说你找不到证据 我来阴谋论 就讲他是体制内的人 他怎么样 体制内的人 我刚才讲的 一个是你去找证据 一个是你用基本的尝试 基本的逻辑 他体制内的人 他翻得到移民过来 一瓶如洗 没有职务 没有任何工作 他国内没有任何落脚之地 其实他们看他 今天飞哪里 今天飞哪里 其实这些钱 都是一些朋友 底下赞助 像以前 幸福教育集团的新的建 我们也听说过 有些私下朋友 包括在后来给他 一个戴高帽的 一个张辉 在加拿大 办华人世界周刊的张辉 就是在国内做教育出版 有些钱私底下 给他去资助 他是一瓶如洗的人 你说杨恒军是一瓶如洗 一瓶如洗的人 在国内 原来他 他一分钱 没有给家庭提供 整天在外边 家里没有 就跟我们 不见一个丈夫 一个爸爸的 最基本的责任 这是他前妻 对他的质责 是 本身这就是事实 你也认同 事实他没有说出 杨恒军的底下 跟我也坦白 他实在就是 他就是相当于 他迷上这个网络 迷上他在写文章 他那写的 差不多两千万字的文字 整天一起来就爬 媒体名页的写文章 然后他收入打赏 他不像周小平 爱国粉丝打很多 打赏 在国内他原来 这个小说 在香港也没卖几个钱 原来想着这个 要拍电视 拍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这些里面就是生活在自己制造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梦想里 很多人都觉得你国安出身的 一定是八面玲珑的 想搞钱 想搞钱 想搞女人 搞女人 但其实就是说 这是一个 他在以前的国安系统 也是做什么调研啊 做什么研究的 是吧 是 并不是一线执行的这种人 对对 是的 所以他没有任何 所以国安系统里面出来的文艺清 国安系统出来的文艺 就是里头是他没有任何积蓄 没有任何投资 广州他一直住在什么地方 城中村 这个这个 不敢近人的 从来没有说要人去哪里见面 要出来就是 有时候还很爱面子 要去跟朋友借不说 还出来 好像很风光的样子 穿得很实在的 这些你都跟您说了 是吧 不是啊 这根本没有落手之地 就是凶的一塌糊涂的事 这个 就哪怕跟 跟亲戚里头 对他非常好的 回来澳大利亚 还是住在他原来的房子 还要住这一块 离婚以后还 还住这一块 所以在这里头 彻底的相关蛋 这里头这个概念 这里头 你说他是体制内 体制内 他要是真正跟体制内 他用他的地位 用船利是挣钱 有好处 半盆钱都没挣到 没有这个好处 你这个指控 是非常 其实是令我非常伤心的事 就是已经 在这之后 你还说这份话 来的 这个落井架石 其实你要知道 杨恒心抓进去以后 后来你可以记得 在坎巴拉的一个叫什么 你这位叫什么 想不起来 我说你这些人 谁这之后 你说我汉到我的兴致之后 还对他两公斤 能攻击 落井架石 我跟你不共载天 就是这个 看得出来您现在就很 讲的时候就很激动 这个这个是个很荒谬 非常荒谬的一个 一个指控 对 我能理解就是 因为您跟他一直是 您是他的良事义友 是吧 默逆之交这种感觉 您知道很多东西 但是呢 您知道东西呢 没有人相信 也没有人帮您 把这个话给传 送出去 而且而且没有机会 你自己做点 我要发文章 因为他人抓在里头 包括他们很多人说 袁小亮 现在袁小亮说 被反悔 袁小亮现在在边控 控制这个国家 被监控着 他失了报纸 你现在出来申请 我现在反共 跟你一样的 我都是反贼 这些要求 完全无理要求 是王八蛋的要求 你怎么 你把它换成你 你能这样做 其实我前面 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想知道一下 您知不知道杨恒军 在澳洲 在美国这个收入来源 但是你已经告诉我了 其实他 其实没有什么 非常可观的收入来源 没有这个来源 那中国出来的时候 辞职出来的时候 也没有带什么钱财 比如说卖情报 得到的钱 没有任何来源 其实他 他有个非常 对他非常好的姐姐 是在广州 做这个 这个房子厂生意 OK 也对他有所资助 是吗 给他一些资助 OK 就是 因为没有收入来源 他甚至失去了 自己的之前的那个婚姻 我们有时候 形容我们之后 说我们就 膝食一般 膝盖的膝 出来流亡 其实杨恒钦 如果讲不好听 是真的做膝盖 OK 就是很多朋友赞助 他没有固定收入 那这样子就回到一个问题 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们知道 袁晓亮 软香 很多人叫他大五毛 甚至外宣 或者是什么样子 那既然杨恒钦 一贫如洗的话 而且还是 已婚 有两个孩子 袁晓亮 为什么会跟他 很多人也在自己 在问我 包括我的朋友 不合逻辑 我给一个很简单的回答 就是说 英雄气短 耳里情长 就是 拿你之间的事 就是看上眼了吗 看上眼 就这里头 其实他跟他真正认识 是在他杨群 在这个2015年认识 他们是2017年结婚的 袁晓亮 原来是这个 叫软香 这个笔名 袁晓亮不是软香 问两个话等号 就是软香是一个公号 公号上发的很多言论 并不是袁晓亮的 他何以是 何以是孔信东的 何以是这个 这个无法天的 何以是 是什么 他这个团队 是四月网的 一个团队是吗 就是 他是一个网民 一个网语 是一个公号 那么袁晓亮只是负责一个 负责 负责这个公号 然后当然有一些是他的 他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无辜的 就是说他 他就是说他做这个爱国生意 是 或者爱国爱党生意吧 就那个性质的爱国 是是是 就是我们都那个过程 我们从手授教育 如果你不出来 你没有打开眼界和世界 那我们还在是个小粉红 就是你无法告别那个体制 无法告别那种意识心态 OK 但是他不是无辜 就是说你说贫庸之恶也好 做这个爱国生意 挣钱也好 他管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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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乡 这个公号 你你你你你你回讲 你你回讲是是是有过 我大姐有亏 你都可以这样讲 但是 大姐有亏 就是说你你做这个爱国生意 挣这个钱 你你回你你认识不到那个高度 那之后你去你去做这些事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有反差的地方 抱歉啊 就是第一个我是做爱国生意 我能理解 那你为了钱嘛 是是 然后呢你的意义意识形态呢 就是有点偏向于这种粉红的意识形态 是是 那么现在呢 你嫁给了一个意识形态 又跟你不一样的 又没钱的人 这个怎么如 何从谈起呢 难道杨森君天赋异禀吗 我不晓得他们如何谈恋爱啊 这个也要当他出来 这是私事 这是私事 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杨 是很爱命的 你要在表面上看 西装割领 一表人才 你根本看不出他这个穷人 OK 就是他要出来 是他江湖上朋友很多人支持他 你要出来他要进染乡 他会要人家到高级的咖啡餐餐館吃饭 会开开这个很好的车 甚至于法拉利 大奔 朋友做生意做什么东西的 他羊群是很多人 很多人是愿意这样支持他的 他当时羊群也没有一个 比如说打赏机制什么的 没有打赏机制 但是私下里面你要用车 你要就是他要人花钱 你要整天在满天飞 你要买机票 OK 这些钱他是会花得起的 OK 他没有积蓄没有钱 但是他这些钱 平时花销的钱 OK 就是从这个 这个袁小亮那样的这个水准 看不出来他这个熊人 也有可能说我结了婚子之痘 你是个原来这个熊光蛋 这个我不知道 是 但是从表面上讲 你都嫁了一个熊人 软香嫁 在他谈恋爱做的时候 结婚之后 绝对不知道 杨恒金是个熊人 杨恒金后来的真正的固定收入 就是后来跟杨小亮一起 做的这个 这个电商 电商 电商网购 这个是有收入的 这个是有收入的 就是杨小亮做这个爱国生意 他同时也做电商 从杨小亮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信心 他不会担心他会 穷 就是做在这个 当然杨小亮被抓之后 他受很大影响 这个电商受很大影响 那是另当别论 但是他一直是 光凭他们两个人 用他的关系 用他的这个社会网络 做电商 他就不会去穷人 就首先说他这样很穷人 这个方式 就是这种顾虑 从这个角度上就是不存在 另外从思想层面 我想他做爱国生意 但是他不如说死心塌地的 像这个 像这个 像周小平 那一类人 就是这个 没有底线的 没有底线的 那种 或者像黄新东 他们就信 就让他写教的东西 他 他不是那类人 也没有那样的一个思想 深度的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对他有用 他就去做 就是在他做染香的时候 他是一个脸面 对 同时他也是个半成品 对 他有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 是是他说 因为我们知道嘛 就是那个 你现在很多 包括小本空很多人 他思想是一个 一个很不稳定的 包括很多人出来 是 澳大利亚出来 西方之后 所以社会学上 他有一个叫做 再次会话 le socialization 就是从小受教育 从小新生的 一套价值理念 如果你没有受到一个市集 或者你接受不到新的信息 接受不到新的知识来源 你一辈子 你就是这个理念 这种信仰 一辈子了 但是你一旦受到市集 或者接受新的信息 接受新的知识 你就有可能 你一个新的 re socialization 就是接受新的理念 包括 原来不信基督教 也信基督教 原来不信穆斯林 进穆斯林 可以做一个这样大的转变 因为这个过程 对很多中国人都使用了 包括现在的好多 你说反财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你如果我们 心自问 你怎么走过来 你在中国那种环境底下 你伸出来 你就会 就会是个自由主义者 所以 这个 有一个 trigger 有个过程 在这里头 是 当时我相信 他们在澳洲的时候 您也曾经跟他们一起吃过饭 对吧 会有社交是吧 你觉得当时的原小亮的话 因为他在外面 他这个身份 他不可能说任何的 表达他的价值观念 你觉得原小亮在私底下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念 您方便讲 他没来过 澳大利亚 我见他是在美国 OK 因为他是一千年去 是 我去过几十美国 跟这跟那边 跟他们交谈 跟他们交往 是在那边 嗯 就是刚才我跟您讲过 对我有样的思想状态的评价 包括他现在的想状况 那就是 当然是 从现在 如果说现在他的真正价值理念 那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 对民主自由在套 袁小亮 袁小亮 他对那个原来的 这个 这个就是 稍不更事 就是这个 对那套东西 就是一个一个 按照他自己的东西就是 不知 有来钱 那么他就去做了 那时候的信念 就是反正做这个东西 也没有什么伤害 他不真有多大的伤害 那现在你如果从我们 旧主义教育 那东西是 散播那些那些病毒 是有害的 但是他当时他没有这样的认知 那现在当然他 他有这个认知 但是也没有机会来 来去讲这些事 但是从认知上 他是有跟跟 央军 几年功夫了 对不对 也跟我们接受 特别是这次 杨恒均被抓了 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一个 看到这个 中国法律的黑暗 中国这个法制的 这些是他跟您的交 交谈电话里面 是啊 就绝对的 就当时你知道 杨恒均被递进去之后 我不是看到他的 他的发的那个牌子吗 对 我立刻打电话 就包括打杨恒均你的电话 打他的电话 他当时根本不敢接 不敢接电话 后来是让他妹妹接电话 一事 两事 三事 我说你 你 立刻让你姐姐接电话 他就在 就在身边 如果他再接不电话 明天 他就跟杨恒均离婚 杨恒均 杨恒均 因为他是被在 在那个百恩山机场 两个人 同时被抓 但是是分开的 杨恒均是一个队 拉过去 他是分另外一个队 拉的 私底下坏 而且警告他 不能跟外面 透露任何消息 就想 关这个黑森玉 不经天日 但后来 他还是先回来 把电话接了 就是大哭 就是好好大哭 就是你理解我 你理解我 我现在 不知道 他们会如何 对待杨恒均 我跟他们 不敢 对外面说话 因为他们 是告诉我 后果自负 我不知道我跟你说话 有任何后果 我说 我现在 不要你说任何话 我只要跟你说 跟我说一个事 回答一个 一个 Yes or No 杨恒均 是不是 在 公安所上 嗯 他说是 不是别的 不用说 我就叫 就要这句话 被收纳之后 我们一直保持 非常密切的联系 包括 然后我 我专门安排了 几事 没 就冒很大风险 就是 ABC做采访 这就是我想问的 他一开始 连接你的电话都不敢 对 到后来竟然敢跟外媒 在中国 接就这样的采访 在家里面 是 我的亲人 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的 一个亲人 忽然之间消失了 然后我完全不知道 他是不是健康 甚至他是不是还活着 我完全不知道 就是连一个口信都没有 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帮他 在法律的这个轨道上 来往前推进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 完全就很崩溃的状态 时间越长越难受 主要是见不到他 就哪怕如果 律师能看到他 确认他安全 我也能心安一点 现在你完全没办法 我只希望他能平安回来 是 是经历了什么样一个 新族历程 是是 就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明白这个事 杨恒均是无辜的 就杨恒均 他必须尽他最大努力 他也权衡了利弊 权衡利弊 就是他这个风险 他运一冒 你如果他坏人 他这之后 他完全离婚 离婚告别 他包括对他生意 很多影响 很多换情界限 所以袁小亮你觉得他 这方面表现出来 他其实是一个 有很高的原则底线的人 有底线的人 就是从这点上讲 就是 就是做人 这个底线 他是守住的 他这时候 没有跟 安全部门合作 面对 面对这个现实 包括接受这个 我还跟他安排 跟路透社会官 安排一个采访 我受了十几斤 我自己都被医院查出来 有抑郁症 他的姐姐也很崩溃 都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反正就是全家人都很崩溃的状态 就不敢相信 而且我还安排 想让他告诉他 我可不可以把你走失出来 这个事情 他说 我一出去 哪怕我做成了 他们会加一百倍的上他 就是他宁可自己还留在那 冒这个风险 对对对 所以我不能走 他也不走出来 就哪怕我走了 那对呀 我今天非常不利 我不知道这个 很多观众 可能经过我们这次采访以后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有点 醍醐灌顶 其实这么一说起来 的确是很合逻辑 他如果是个五毛 或者是一个唯利是图的话 他大可以第一时间 就直接切割了 是 就是我们讲的 如果不知道事实 你去寻找事实 或者你要用赏识 用逻辑嘛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你这个方式 就是一个媒体人 应该做的一个方式 去修征 来去修实 用逻辑判断 我个人作为媒体 只是想把尽可能多的信息 尽可能的角度 带给观众 让他们自己去思考 因为今天我们谈到了很多信息 之前从来没有任何的信息 透露过来 是的 那现在我们就是指望 澳大利亚政府能够 跟中国政府交涉 能够把它营救出来 出此以外 出此以外的话 您觉得还有任何其他的人 能够以任何其他的方式 去帮助这件事吗 可能唯一的希望 就在澳大利亚政府 而且是有可能性在哪 就是其实中国政府 需要澳大利亚 需要国际社会 其实现在双方关系的缓和 所以他装成那个样子 所以他装成那个样子 但是中国是有很相似的要欺求 这样做的 而澳大利亚政府 他有这个责任 来拯救这个无辜公民 是 然后他要是面对国际社会 面对澳大利亚社会之后 只有援航军安全全的回来澳大利亚了 他想能够真正可以对澳大利亚的公众 对国际社会有个交代 要不他继续 business as usual 继续做生意挣钱 这是不道德在心 这是不予制裁 具体操作在于官方 但是民间的话 有什么能做的 能够去促成这件事情 是对官方施加压力吗 包括媒体啊 压力 包括反对党啊 而且是从中国方面 中国方面 现在事情做到这个程度 我也极客机会给中国政府 带一句话 如果他不把杨洪金放回来 他别想 中澳关系回到以前去 正常化 绝不可能 这个政府 是一个民主政府 他的核心价值 他的民意 不允许他那么做